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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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每个人都能打到一副号牌 敢于出手 才能成为最后的赢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欧盛 欧盛 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一副好牌 要敢赌才能赢啊 想体会欧盛的胜利思维吗 想知道Warren王下了赌桌 还是赚的秘诀吗 答案就是齐全 5000名会员口碑响应 中文投资网最新推出齐全101 想投入比股票少的本金 赚的比股票多 您要知道技巧 懂得控制风险 中文投资网首席分析 研究师Warren王 技术分析第一把交易G 新锐美女分析师Kingsley 股市K线小王子Brand 10月3号开始 周一到周五天天石盘交易给你看 立即拨打1800958 8561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中文投资网的美股说盘 我是中文投资网的分析师Brand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美国股市发生了什么 从今天三大指数来看呢 纳斯达克是一个继续的零涨状态 涨了1.01% 然后呢标普居中0.58 道琼斯稍微弱一点0.24 但是大家要注意点道琼斯今天是再次刷新的历史的一个新高 新高的一个点位 盘中三大指数都是有一个回落 那道指还是回落的幅度比较大 很多朋友呢将今天的股市上涨 我看到各大媒体将今天的上涨归于 说是ISM非制造业指数的一个强势 57.2创下了一年以来的一个新高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今天的冲高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在这个数据公布之前 在美国开盘之前 股市已经都冲高起来了 而且是经历了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不动 从昨天隔夜市场 意大利公投结束之后 期货市场一开盘 先是道指标普 纳指是下跌超过0.4% 然后今天在美股盘前的时候 已经涨了 从下跌0.4变成上涨0.4 然后开发的时候是一路走高 所以这个和ISM非制造业指数 没有太大的关系 更多的只能说是起到一个助力的作用 为美国的经济 起到一个强心剂的作用而已 那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关于意大利的公投 那其实为什么会造成一开始的这个下跌的一个状态 是因为意大利 它本身的这个银行的坏账 或者是政治体系都是存在一些弊端和漏洞的 那么他这个总理就是想希望通过这个公投去改变宪法 去碰触一些人的利益 让整个国家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 但是结果没有得到一个正面的回应 大家就是投票失败了 这就代表这种糟糕的情况可能还会继续持续下去 这个是增加了一点对于欧洲不确定性 也造成了欧元的一个下跌 那么像高盛花旗这些大行 他们也给出自己的预测 他们认为接下来美元会和欧元做一个持平 意思就是欧元会有一个继续下跌的一个状态 因为这些不确定的因素 到了美国盘前这边 还是经过了一晚上 这些不利的消息都基本上被消化掉了 像当时特朗普上台一样的时候 经过一个期货市场逐渐被消化继续走高 今天道指我们刚才说过 是创下来一个历史的高位的一个新高点 上周我在收盘文章里面我也写到 我说我期待下个周是标普和纳指 是继续在向上反弹 他们我觉得已经跌到位了 继续向上反弹 那道指我期待它一个回落 结果今天道指继续上涨 我还是那个观点继续看空道指 纳斯达克还是有继续反弹的一个幅度空间的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道指走势 有一点很重要 大家看到现在是道琼斯指数 在道琼斯这一段急速下跌的过程当中 这是日内的分式图 这一段下跌的过程当中 尾盘有一个向上拉升 我们同时反应到看一下标普 标普在尾盘的时候没有这一段的下跌 不像是刚才道琼斯这种CMP或者纳斯达克这样的 他没有这一段急速下跌 而是在这个地方获得了一个支撑 然后向上一个反弹 我个人的观点延续到明天 纳斯达克标普 标普先令说纳斯达克继续看反弹 然后道琼斯我看一个回调 这个是我自己对于明日市场的一个观点 好 然后今天大家都知道黄金 因为ISM非制造业指数很好 那美元应该是走强 黄金应该是回落 可是事实上今天美元和黄金同时都是一个回落的状态 黄金的浮动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一度是跌破了1160点位 然后现在后来做了一个向上的反弹 黄金的图形已经被打乱了 不像是之前的那种有规律可循 大家看这一根今天最后一根这根日线 上影线下影线都非常的长 那我个人观点黄金现在也需要一个观望的状态 给一个明确的方向我们再说 如果还能跌破1160再次下来跌破1160的话 我想1130这个点位一定会找到 这个是我个人对于黄金的一个看法 原油是继续的冲高继续的不断上行 今天最高点也是突破了前期的一个高点 已经最高点创下了52块4.2的点位 但是出现了一根设计性的形态 有很长的上影线 局部短线还是有回落的可能性的 应该是要关注一下回调了 最后我们再说一下个股的状态 我们看一下Facebook Facebook是我在上周五开仓的一个期权 我买的是看涨期权 我上周之所以要开上Facebook有两个原因 首先是基于大盘的一个方向 从top to down的一个角度来说 最主要的大盘 纳斯达克我认为会在本周有一个率先的一个反弹 就像是今天的这种领涨行情 其次我看到纳斯达克板块当中 科技板块F&G四大全中股票 它们是跌的非常狠的 然后在这四只股票里面的Facebook 是跌的最厉害的一只股票 所以说当纳斯达克要反弹的时候 Facebook一定会引起一个补涨的行情 然后我在这个地方画出了这样的一条阻力点位 支撑点位 这条支撑现在这么来看的话是非常有效的 在这个点位做了一个向上的一个反弹 我们的看涨期权已经有了一个不错的利润 那接下来还是向上先看到这个阻力点位 然后我们再说Facebook接下来的一个状态 行 谢谢大家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美股说法 明天再见